后来才能多长时间结婚呢 谈了有一年 那你们其实还挺顺利的 顺顺利就走一块了 然后就有了宝宝了 宝宝八岁嘛 说这孩子是我生的没人信 他说你这孩子你生的 我直播的时候最多人就这么问 你是男是女的 我说我女的 他说那你怎么证明你是女的 我说这怎么证明啊 我儿子我生的 然后儿子你生的 你怎么证明我 当年在医院生孩子的时候 我也是短发的 然后人家看我的男装形象 就说那孩子吃什么 我开玩笑我喂了一年半的奶 该负的责任是要负的呀 当时觉得奶粉太贵了 那你后来结婚以后 他工资卡也交了 那你工作吗 我自己开了个店 我怀着孕 然后就我妈妈不知道怎么的 就遇到去买双鞋 那个店刚好再转让 就转下来给我 当时不是为了说要做生意 我准备把孩子生下来喂完奶 我就还是回去上班的 就没养到无心插柳是吧 我们祖上三代也没有做生意的 然后我就把生意做起来了 那已经那个店 因为那个店已经开了将近九年了 跟他同岁了 那生意做得怎么样啊 你们家生态 谁挣钱更多呀 老婆 所以说小生意一点 从今年开始是我多了 以前还是他多了 但不管你挣钱多还是少 还是他 不管你男装还是女装 老公都负责做饭 洗衣 做家务 家务我不做 其实结婚第一年我做 然后他也跟其他男生 也是有点一样的 下了班想出去玩 然后我也觉得很生气跟他吵 然后他吵他还觉得很 纷纷不平的 凭什么我朋友结婚都能玩 我不能玩 他也是这样子的 那你这儿育夫有数啊 所以说第二年我就改变策略了 因为我觉得做得我好委屈 反正我的概念是这样子的 你说你 你做家务当这个贤妻良夫 你要做得很开心 那你就做 你要做得很委屈 那你别做那个 另外去找其他的出路 但是好吃懒做肯定是不行的 是不是 那你不干 那你就想办法赚钱了 总要让自己哪个点里面 要发光发热嘛 我现在活成自己的样子了 我就有机会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面 那别的你的老婆做不到是不是 我竟然也跟他说 不是有我在 你有这位的有机会上电视 所以你看一个女人的自信 一个活出自我的这个样子 真的很值得爱 是吧 爱不 也一直爱 爱到现在 结婚的时候打英国茶 反正去你回来呢 就是我能做的 力所能及的 我都做 这样反正他 不让他做家务 娶你回来是疼你的 反正你就 在生活当中 相伴当中 你就开心就好 剩下的你不愿意做 你就别做 想做 那我也不让你做 所以过好每一天 就是最大的意义 过好当下 来到幸福莱乔门 也是带着幸福心愿的 谁做代表呀 肯定是你妈 来 我们有请雪莹代表你们全家 输出自己的幸福心愿 来 有请 我的幸福心愿是 帮助山区的儿童 募捐过冬的衣物 也是一直有在帮助 这个山区的儿童吗 我从几年前认识一个粉丝 是山西的一个老师 然后我就会 把店里卖的 那些就是偏门的 或者断的 不太好卖的 也许会每年 会发几项给他们 想力所能及 帮助他们 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 能够参与到 你们这个爱心的 公益的小事业中 放得下的 拿得住那放不下的 豁得出去的 拿得出那豁不出去的 老公就是心心念念爱着他 所以什么时候 都会守护着他 我觉得你们 一定会很幸福的 所以我也很希望 能够在你们的 这个幸福心愿上 加上一点点 小小的助力 还特别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线上商城 天津城